跑步的時候 呼吸到底該怎麼調整 你知道嗎 歡迎收看這禮拜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那今天我就要來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跑步的時候 該怎麼樣呼吸 是適合你的節奏呢 其實跑步當中啊 呼吸這件事情 以自然為主 舉個例給大家知道 你慢跑的時候速度很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絕對不可能是 這樣的呼吸節奏 因為對你來講 你跑這麼慢的情況 根本就不用呼吸到這麼喘 來供應你的氧氣量 所以慢跑的時候 呼吸節奏一定是 自然為主 那換言之 你在跑衝刺的時候 很喘的情況下 一定是 很大口的呼吸 絕對不可能是 所以你在跑得很喘的情況下 呼吸節奏自然會變得很急促 因為這個時候 你身體需要的氧氣量變多了 身體就會自然轉換成 呼吸變得很喘很急臭 你呼吸進來的氧氣量 才足夠供應你現在的速度 所以記得跑步當中的呼吸節奏 會因為你現在的速度 還有你身體需要的氧氣量做改變 千萬不要做刻意的去改變它 越刻意的改變它 會導致你在跑步當中 越不自然 越容易身體進入一個很喘 爆掉的情況出現 很常聽人家說 跑步兩溪兩土 三溪三土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你跑兩步的時候做一次吸氣 跑兩步的時候做一次吐氣 那在這樣的節奏下 會因為你的速度而改變 因為你慢跑的時候兩步的節奏是慢的 跑快的時候兩步的節奏是快的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因為你的速度 來改變你的呼吸節奏 那正面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跑步當中 該怎麼樣做呼吸的放鬆練習 你在跑步跑到很喘的時候 呼吸之後本來可能是 那該怎麼改變它呢 你可以手放鬆做兩次的深呼吸 兩次深呼吸完之後 再回到原本的呼吸節奏 在這個時候其實你在跑步當中 就已經做到妥善的休息 你的身體也會稍微的 沒有感覺到這麼喘的情況下 對你的跑步續航性來說 就可以回到原本 你可以負荷的節奏上 那我們今天簡單分享 跑步當中到底該怎麼呼吸 希望你們聽完之後 你都可以有所改變 記得一個重點 自然就好 那我們影片到這邊結束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還記得按旁邊的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有可以接收到 我的最新影片的消息喔 那我們就每周四晚上六點 運動這集就要見 拜拜